大白天的十字路口,人来人往,车辆穿流不息,拿着雨伞的80岁阿嬷,走着走着,却不知道该往哪儿去,幸好被热心民众发现,带着她到附近达安分局和平东路派出所报案。 由于老太太疑似失智,不论警察如何询问都无法清楚回应,再加上天气炎热,远警担心老太太重暑,立刻让她在派出所休息并补充水分。 警方透过警用电脑查询失踪人口报案记录,发现前一晚已经有民众报案,失踪者的特征也跟老太太符合,因此马上跟家属联系。 而当家属赶往派出所,见到彻夜未归的老母情安然无恙,如是重负,不断跟警方与热心民众表达感谢。 但安分局提醒,家中若有容易走失的失智长者,除了要多留意行踪,也可以佩戴防走失手环,或制作联系卡片放在长辈身上,一旦走失就可以迅速联络家属,让长者平安回家。 记者顾参永,台北采访报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